7月28日广东省信宁市神光山脚下 三名来自信宁市的青年男女爬上铁轨 其中一男一女摆出各种post 同行的另一名男子拿起手机录制视频 想抓拍火车哄笑而过发烧飘起的画面 为了拍摄动感视频 他们全然忘记这是行驶火车的铁路线 这时一列火车从远处驶来掀起巨大风力 被拍的两名男女纷纷跌倒摔在路边 鼻者了解到女子头部和腿部 男子被不当场受伤 民警赶往现场后 将其送至姓名是第三人民医院治疗 据悉列车司机发现有人在铁路钢柜附近拍照后 毕竟铭敌警示和采取制动措施 但三名青年未追求火车使过效果仍然站在原处 最后造成严重后果 差点付出生命的代价 根据铁路法的相关规定 在钢柜上站立拍照军事违法行为 民警表示三名照射青年为了晒圈和在视频软件上刷点几率 相约爬上铁轨拍视频 该行为不仅严重违法 也使铁路行车安全隐患 聚增铁路警方提醒 不能为了所谓的朋友圈点赞数 拿自己的生命做赌注 到铁轨上拍照和拍视频 不但扰乱了铁路运输秩序 还危及个人人身安全 公安机关将依照中华人专题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规定 对于擅自进入铁路防护网 或者火车来临时在铁路线路上行坐坐 抢阅铁路影响行车安全的处以警告 或者200元以下罚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